多肉植物是一种比较容易养护的植物 但是也需要一些技巧 在4月份 多肉植物进入了生长的黄金季节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养护技巧 一 多肉植物不喜欢积水环境 盆土长时间保持湿润 也会使得根系接触不到氧气 轻则植株土长 重则死亡 二 浇水一定要浇透彻 盆土干了 盆变轻了 再浇水 三 多肉植物喜欢光照 但是太阳光直射 会使得叶片变色 变形 四 多肉植物需要适合的土壤 和大小合适的花盆 多肉植物的养护技巧 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 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在养护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 多肉植物的生长环境 水分 光照等方面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植物健康成长 那么就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首先 我们需要注意多肉植物的生长环境 多肉植物不喜欢积水环境 盆土长时间保持湿润 也会使得根系接触不到氧气 轻则植株土长 重则死亡 因此 在养护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控制浇水量和浇水频率 同时 在选择花盆和土壤时 也要注意选择适合的类型 其次 我们需要注意多肉植物的水分 浇水一定要浇透彻 盆土干了 盆变轻了 再浇水 如果你经常给多肉植物浇水 而不让它们自然干燥 那么它们就会很容易出现腐烂现象 第三 我们需要注意多肉植物的光照 多肉植物喜欢光照 但是太阳光直射会使得叶片变色 变形 因此 在放置多肉植物时 我们需要选择适当的位置 最后 我们需要注意多肉植物所需的花盆和土壤 花盆大小要合适 并且要选择透气性好 排水性好的土壤 以上就是关于4月份 多肉植物养护要点的介绍 如果你想让你的多肉植物健康成长 请务必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哦